郭文贵 这个是我最多奇运 我碰到那个 郭文贵 李奈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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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奪迪 他們前一次期望 哈哈哈哈 他們沒人講得那麼多高我都覺得很奇怪 對 各有地方有人跟他講 對 對 好 好的 OK 你忙 好 OK 我們下去我等後再下來 好好好 詹老師說白蓋水太高好了 嘿 喝白蓋水 沒關係 不 不用了 我就喝這個水 謝謝 我們好像有一點時間吧 對嗎 說是算點飯 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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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周末還要辛苦一點 大會再給你請教看我們要做什麼事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看你上塞嘛如果有時間你也就在這裡吧 就在這裡嗎 就在這裡嗎 大概也就是市々平穩啊 年輕人為主 就是第一店 原來是想叫糖露馬 原來想叫這個陳建平光王朝方都回來 來來都這時候都不走 陳建平在美國 黃曹光智暴曬,他馬上要去金門,我們還在金門 在金門的,原來是想一期這個時候過來,後來就是年歲長一點的,後來就是独立,我想他寫過這個商業的 就問一下他們這個現成文章,我想不要再寫文章,現在這個太辛苦了 我們一拖就開始吧 差不多了 老師們同學們大家下午好,我們今天下午在講座開始了 那麼今天我們是非常高興這個中研院進士所的張立教授到我們學來,應該說張立教授是我們復旦歷史的老朋友了 第一次應該是不是00年代一次,顧衛軍會議是第一次,然後這以後來過很多次了,然後我們這裡的老師,包括同學都有很密切的交流 那麼這次這個張立教授來給我們做這個,蔣介石研究回顧的這個報告,那麼張立教授就說多年來是從事明不死的研究,尤其在這個蔣介石的研究上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氣 那麼他還是這個台灣,這個蔣介石日記整理的負責人之一,當然因為國中研的原因現在,蔣介石日記還沒有正式出版 但是這個張立教授在整理上已經花了這個很多的這個經歷,所以今天有張立教授來給我們做這個蔣介石研究的回顧 那麼我們可以把這個學界關於蔣介石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有個非常透徹的了解 那麼包括蔣介石資料的一些狀況,我們都可以這個有一個比較深入的這個了解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請張立教授跟我們講,而且特別是今天他還有點感冒,剛才我們看到他還戴著口罩 所以我們各要感謝他,我們歡迎他 謝謝他 謝謝金老師,陳老師還在座的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們在台灣最近前一個禮拜都一直是暖冬,我都穿短袖,我到上海來那天還穿短袖 結果到這邊沒有多久就發現天氣非常冷,一不小心就感冒了 昨天今天都躺在那邊一直喝水,我自感冒就是吃板藍根,我一直吃板藍根 大概逐漸恢復中間,不過因為我還盡量戴口罩,不過講話不能戴口罩 所以你們在我前面可以稍微,可以到遠一點沒有關係 今天這個報告,因為我上次來這邊做個報告是比較研究性的,因為我自己在做一個相關的研究 這一次的這樣的一個報告,可能比較一般性的,因為上次有同學也跟我反映說 可不可以穿插一點輕鬆的東西,我說這裡面可能那個輕鬆的東西會比較多一點,不能看得太嚴肅 不過也有比較密心的東西,就是講日記的那個出版處理,是我在處理可能可以多談一點 我們排好版的版樣之後,我們陳老師看過醫院,其實他們都還沒有機會看的,可是現在可能還是太子負中 所以我就是以這樣的一個題目,向大家做報,這個題目我曾經也在別的學校也做過這樣的報告 不過這個內容還是有調整一些,增加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那我今天報告,初步大概就分為這幾個部分,先談講,就是一個概括看講的一些事情 第二就是台灣過去幾年有所謂的去講這個東西,那這個去講到底是怎麼一個體現的 那第三個就比較跟主題有關,就是蔣介石研究的一個回顧 這個回顧,可能談起來也不能談得非常細,大概我會把那個相關的史料,開放的情形 還有一般的研究方向來做一個介紹 這方面,其實大陸已經有很多老師,他們懂得了解的比我還多 所以我的也是掛一落萬,而且對於大陸的研究,這方面可能比台灣做的還多 所以我也不一定能夠掌握得很好,只是就自己出錢的認識做一個報告 最後一個,第四個就是跟蔣日記有關的一些相關的問題,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蔣介石就是從1949年開始,很長的一段期間 甚至可能在1949年之前,兩岸的評價是不同的 特別是在文革1980年之前,大陸的評價應該就是以左邊 陳博達在1948年寫的書《人民共地蔣介石》為一個基準 所有的論述,所有的論述應該不會超出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台灣方面呢,就可以用所謂的他過世之後,《中央日報》編著這本書的封面 他的愛思實路來做一個概括 這兩個極端的所謂對這個人的認定,也就是當年海峽兩岸對峙的局面 其實也就是同樣的 這個左邊的圖和底下的圖都是在網上都可以找到 就是代表當時大陸的論述的情況 那我再用一個圖片來表示,要有趣的我就給大家看一些有趣的東西 這個不知道是他們這兩個陶瓷的像,不知道從哪裡弄來的 可是蠻好玩的,我在一個咖啡廳裡面偶然發現的就是台北市信義路跟永康街的交叉口 裡面有一個很喜歡收藏古物的咖啡廳裡面,裡面就放了一大堆東西 後面有一堆小銅像,還有那個大陸空標到台灣的船單 跟台灣空標到大陸的船單,它都收集的到 那其中他把一個東西去這樣放,可能這個就看起來就好像代表著1949年那個狀況 所以兩個姿勢都蠻有意思的 好,蔣介石,我們在台灣當時是蔣中正,這個是他的簡單的一個資歷 現在浙江城風華製西口正人,這個我們從小都要背的,我也去過好幾次 曾經在87年到1949年,他主要大概是1924年之後才在大陸的政治軍事國家領導階層有他的位置 那50年之後到台灣也是擔任這兩個最重要的一個職務 這是他的身份證,也是在網路上可以找得到的,可以窺見他一些私密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在台灣大概是用的第二代的身份證 1965年發的,可以看到他的教育進度 現在的身份證都已經改得比較簡單,有點像大陸的樣子 不過我們會有一個配偶欄,這個好像大陸的朋友覺得比較奇怪 你看他的號碼,號碼是Y1-0000001號,就是天治第一號的身份證 我們當兵隊有兵記號碼,蔣介石也有一個兵記號碼,也是00001號,別人大概不敢拿 接下來舉幾首歌曲顯示說,那個時代他在台灣的地位是最高的 其實也是一個所謂的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我想當時,也許金老師我們是差不多同個年代的 所以這個經驗也差不多可以看這樣的歌詞 這個是中學生以上大概都會唱,特別是初中、高中生,我們都會唱這樣一首歌 從大陸來唱也沒錯,對象不一樣 對,對象是沒有錯的,如果不把下一句打出來,根本就沒有問題 因為下一句是蔣總統你是什麼,就會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也做一個對照,就是大陸差不多同時期的大海航經號碼首 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領袖 我們當時是偉大,還有偉大是統帥 偉大統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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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陸的這個說法其實我在唸中學的時候,我就聽到了 因為我們住在南部,南部是軍事基地,所以都可以聽到大陸一直要統戰我們,鼓舞我們旗翼來歸,雖然我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就是文革時期,文革時期就很喜歡放大洋民考作的時候,而且還放報告新聞,然後一直喊口號,所以我都聽得很熟 可是你不要出去講,講了之後我就不知道在哪裡了,這個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到,其實雙方的一些做法或者心態其實在那個時候是蠻像的 另外的一首歌叫做《光明的國土》,那個時候反而是歌頌台灣的歌,我覺得有本土化的一個想法 那這裡面也是充滿了對蔣總統的一個崇拜,這也是大家都要學的 另外一首歌,這首歌也是好像是為貴永青作詞的 那這首歌,它是我們在當兵的時候,每天早上要唱的一首,我們叫做《早點名》的歌 當然也是普遍一些人可以唱,他的歌也是比較簡單的 還有中統誕辰歌,這個誕辰歌也是很簡單的一個詞 曲子就更簡單,就是Happy Birthday to you,用中文唱就是了 就是借用他的那個 其實雖然有這樣的一個個人充滿,可是我們私底下也會有一些 你知道,我想任何一個社會都是這樣子,總會民間會有另外一種說法 你不要太張揚的講出來,然後來對蔣的一個諷刺 說蔣宗正,就是蔣先生過世之後,到了天國碰到孫中山 孫中山說第一任總統是誰,他說蔣宗正就是我 第二任是誰,他說余宥任,孫中山當然認識余宥任 他覺得其實是我又在認 第三個呢,是誰呢,他是趙立連 趙立連是台灣一個非常有名的編英文課本的,我們大家都用他的英文課本 所以我們這個年代的人大家都知道,初中是用趙立連的,高中是用英千里的 英千里就是英若晨的爸爸,是用他們編的課本 尤其趙立連是最普遍的,就變成趙立,趙的往立連任下去 第四任他說是安家辦,就是我一直做下去了,就是顏家辦 反正他對我的名字可以搭配,這個是當時我們 也是一般來講比較私下的開玩笑,講笑話的一種說法 那也有人搞不清楚,真的還會問美國的蔣總統是誰 因為蔣總統好像就變成獨一無二的一個特別的名詞 那我們從我們這一代的人,現在這一代年輕人,我們都覺得可能都不愛國家不愛民主 那因為小時候這方面的教育非常非常嚴密,非常非常完整 所以我們在很多場合,特別是國家的一個慶典,青年節 青年節在台灣是3月29號,就是黃花芳起義的日子 我記得我在中學的時候,有一個學生也是聽了大陸廣播 我們叫做偷聽匪台,偷聽大陸廣播 結果他聽了之後說,哎呀,大陸的青年節竟然是5月4號,他覺得很詫異 另外他說文革時期,他聽了很多雄壯威武的歌、音樂 他說哇,大陸的音樂非常好聽,你去大陸 他比較傻就是他寫在他的周記上,然後拿去給老師蓋 就變成學校裡開始調查,他後面是不是有什麼人在利用他 後來當然沒事了 那國慶文告,這種場合都是學生要集合到一個大體育場 然後我們就要聽電台裡面,來廣播蔣先生的一個浙江話發音的一些文告告訴我們 我們大概都應該都聽不懂啦,不過反正你聽完就可以解散了 還有呢就是說,當時規定就是你聽到,或者你自己講,講董統統,然後就啪,一定要立正 這個是規定的,我不知道在大陸,大陸好像沒有這裡 還沒有,我們做的比較道地 那就必須要立正 其實孫中山,孫中山,蔣東正好像都要立正 所以我們小時候有時候調皮的時候,人家追你,打不過人家,你就喊蔣東正 不過對方立不立正,看自己怎麼處理 那作文的時候,國副總統,這個前面都要空一格,就是你寫文章,一定要空一格 這個就是封建時代的作法,我們當時是這樣子做,這個倒無所謂了 你寫稿子多空一格,算一格稿費也好,所以也沒有 比如說,後來的人,其實他碰到蔣經國的時候,有些人也是習慣,就立正 我記得,蔣介石過世之後,有好常待一段期間,我們就是在部隊裡面 有時候突然講起來,就聽人家啪一下立正,你就不知道怎麼辦 也有人習慣的空格,大概就是已經有了這種制約反應了 在課本裡面,會有他一些文章,就是過去他的文章,講西安事變 像西安事變是一個敘述性的文章,然後講西安事變發生的經過 那《五十生日改言》是他自己的文章 可是他的文章,尤其是《五十生日改言》,我們都要背的 那個東西全部都要背,那個文章非常難背,是我想起來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西安事變,我們從裡面得到了一個訊息 因為他說,張揚二人為什麼會幡然悔悟呢?就是讀了蔣先生的日記 這個是台灣的制製說法,我在以前我一直認為這個就是亂講 因為他們寫了這些課文來騙我們,是讀了日記 說實在的,我念到研究生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老師 他大概也是喜歡批評政府的 他每次都會講說,如果講今天這種日記 為什麼只給張學良跟楊虎誠兩個人感動啊?我也很想感動一下 就請他拿給我好了,拿給我看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只是聽著這個,從這個文章裡面知道 結果沒想到真的有日記 所以那時候一不懷疑就說,他去西安幹什麼,帶一大堆日記幹什麼 我想我們的懷疑都錯誤了 另外也是根據這個崇拜,個人崇拜也是到每年的十月三十一號 他生日,他是天蠍座的 所以我們在研究蔣介石,我也提出來說,要不要從星座來研究他 這也是一種,我就看看我太太是什麼樣的個性 大概也知道她是什麼個性 十月三十一號,有些地方會註壽,會有壽堂,你去行個禮 更重要的是我們那天早上都不要吃飯,去領兩個壽堂回來,就當早點 我們吃麵 你們吃麵 從那時候應該交換一下食物 這可以從一些,另外就是台灣的一大堆他的銅像 說他是民族救星反共巨人 而且說他是東西方兩位反共巨人 另外一個就是西班牙的弗朗哥,豐公偉業 那這個銅像可能已經被拆掉了,這個是成功大學的銅像 他們後來不久之前,學生把它又給他弄掉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師範大學的銅像 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移出來 那這個是在,就是吳老師他們原來那個學校的教育大學,花蓮教育大學 現在應該是洞華在校園裡面 我們沒有把它牽過來 沒有 牽過來搞不好學生又要鬧事 所以我們沒有牽過來,應該是放在那邊 可是他已經很破落了 你看他的上面就變成那個鴿子在那邊 或鳥大便 沒有什麽維護 基本上我們中研院對面還有一個嘛 也沒有人去動他,這個學校裡面也沒有動他 那蔣介石在台灣留下的一個歷史記憶 其實我們這一代的人經過的大概就是 首先就是他長期的執政 執政一直到從50年重新上台到75年過世 就是蔣先生這個擔任總統 那他在擔任前往期間,其實他非常講究一個文化的傳承 對於中華文化這個東西他是非常堅持,非常執著的 很多東西我想在座的可能有朋友都去過台灣 我們從很多人的一個就是在不同地方發表的文章或者部落格裡面可以看到 他們也可以發現到台灣是有不錯的一個文化傳承 那另外呢就是強調中華民國的一個正統性 這個正統性不只是在國際上他要強調他才是真正代表中國 他要用很多很多東西去證明他是代表中國的 比如說我上次談到那個文物的報告 就是顧風博物院的文物到美國或到歐洲去展覽 其實他代表我們中華文化的傳承 正統是在我們這裡的,用各種方面去表示 而大家那個時候也都覺得理所當然的 這可能就是說你繼續深深下去的一個道理吧 那當時的教育我們覺得還蠻穩定的 雖然那個升學,尤其升大學的機會只有三分之一 可是整個來講還是一個蠻公平的 就是相對於當時的大陸因為文革或龍革之前的一些運動來講 台灣都處於一個還算是滿安定的一個局面 那當然在反共教育是一直下來的 從小時候我們那個課本裡面就 我們叫國語課本 國語課本裡面就一些這種敵我意識比較強的 有的時候是講大陸的現況 就描寫49年之後的一些大陸的一個 比如說一個工人子弟 然後後來被共產黨害了怎麼樣 反正這種東西我們也搞不太懂 反正就是學生智而已 表現出一個光復大陸的決心 當然這個東西光復大陸 他去反溫大陸這個事情已經變成一個很多人去研究的題目了 尤其是從1962年到1965年之間 他的一些我們看他的日記或者整體的一個行動來講 他是有在做動作 這個只是當時不利的情況其實滿多的 那個事情之後大概就變成只有口號 那經濟成長這個可能大家也比較熟 就也比較知道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台灣還是在一個滿困苦的一個狀況之下 到了差不多70年前後 經濟這個快速的成長 最後可以提到就是在國際社會的參與和受到的挫折 其實在早期台灣一直是國際社會之中的一員 他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然後又是常任理事國 然後不管在聯合國或者在一些國際的場合 他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不准中國大陸代表來參加 就是一直阻擋 然後憑藉著一個冷戰的一個架構來阻擋中國大陸的 來取代他的位置或者說是來參加怎麼樣的活動 那我們一個朋友徐國琦他就做這個奧林匹克研究 他就跑到台灣去看檔案 然後看了之後他就說 哎呀以前你們打壓我們那麼厲害 我們台灣一直說大陸打壓我們 想到以前也是台灣一直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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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他參加任何活動的 所以這個是當時的一個情況 好那從1975年4月5號他就過世之後 那蔣英國在其實在1960年代他的接班態勢已經很明顯了 我們可以看他的他的一個發展 他接任的位置從那個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退府會主委救國團主任跟青年跟那個榮民 還有跟那個國防部副部長 國防部部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院長 那1971年的時候他擔任那個行政院院長 整個那個接班態勢已經非常非常明顯了 所以雖然是講嚴家旦接任總統 可是是蔣英國基本上就是這個最主要的一個人物 然後蔣介石呢他過世之後就一體到今天為止還放在慈湖 放在慈湖現在變成一個觀光要點 所以很多特別是大陸的朋友也常常看 我就經常帶人去看 那這個到慈湖賓館 可是他一直還沒有歸障 就是還放在那個 對於放在地面上 所以台灣 因為台灣非常講究這個迷信 我們不能講 我們不敢講迷信 反正就會有一大堆的理由來說 就是說因為他沒有入土為安 對 沒有入土為安 所以呢他就 對他子孫不好 所以他的孫子那一輩 男生好像都過世了 所以有一陣子就討論到 是不是要歸障在 要不要就是幫他歸障在陽明山 要不然就是歸障在大陸 那個時候 大概在陳水扁那個時代 他們家也跟當時的政府關係不好 就曾經說過就是要歸障在大陸 我還是寫這篇文章勸他三次一下 可是他好像連我都罵了 就是他們家的人 那 蔣先死了之後 應該怎麼樣稱呼 因為可能下面又有一個蔣總統 那將來要怎麼稱呼 所以在台灣這個官方是這樣分 先總統蔣公就變成一個專有名詞了 那後來講蔣經國就死後了 就變成 顧總統經國先生 變成這樣子 那先總統蔣公 我有老師就一直覺得這個稱呼是怪怪的 他覺得先總統 先應該是稱自己父親 我不太清楚了 他說稱自己父親 可是他覺得這樣稱呼不好 他對蔣公更反感 他說 我們都叫江青是毛婆 然後叫他是蔣公 他們就湊一隊了 他就喜歡這樣子 可是官方都是這樣叫 但是他覺得說 他死了你就叫做蔣總統 蔣總統講蔣就行了 學歷史的人比較 不像有一些這種特別的稱呼 之後就有了一個中正紀念堂 成了一個也是一個觀光的重要的地方 接下來我也是給各位看一些照片 這個是現在已經開放了 是士林官邸 那個時候我們去的時候還沒有開放 他們裡面曾經擔任過官邸的人員 就是左邊那個第二位老先生 戴帽子的是朱雲翰先生 是我們跟蔣經國基金會的人去看的 另外一位是在裡面待了很久的 他帶介紹我們 這個可能是宋美玲的床 在二樓的 這個可能就是蔣先生的床 這個是一個地圖 我不知道現在開放 開放之後我就沒去過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把這個給觀眾來看 這個是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中間有一個柱子一樣 一個棍子一樣 它一直可以拉開來的 它大概有三層還是四層 然後可以越拉越細 一直拉到上海市 就是以前的電腦地圖 可是當時是這樣 你可以想說 他可能在想反問大陸 或者是他得到一個什麼樣的情報 或者做一個什麼判斷 他在家裡的時候 對這個地圖來做一番思考 這個是蠻有意思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當時去參觀 我們就強烈建議他這個東西 應該開放出來 不過可以加一個玻璃蓋 否則每個人都要去摸一下 就會壞掉 那也看到一些比較好玩的東西 這個東西他叫我們拆 拆了半天我們拆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後來他就說這個是裝水的 裡面可以放兩瓶大瓶的礦泉水 就是說他出門的時候 要自己帶水 他不會營用當地人準備的水 所以就用這個來裝 這個他的瓷湖 瓷湖的風景照 然後這個也是在陳水扁時代 就取消了儀隊的表演 就是每一個小時換班的表演 後來馬英九上來又恢復了 如果再過兩年台灣又輪替他們要取消 我不知道會不會 然後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在台灣的復興鄉腳板山 這樣的一個從山上看下去 其實它這個地方是一個水庫 水庫的上游集水區 接下來呢 這是浙江鳳化溪口的廟高台 你可以看兩個地方有一些像 我覺得是有點像 那他可能 蔣先生就在台灣這個地方 找一個他認為蠻像家鄉的地方去看一看 可能都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看看 我記得傅黛老師 我是戴石元華老師去看過 在這邊 好 另外一些其實他的一些形象 在小學課本裡面 這個小學課本裡面 現在就沒有了 這個 這個還有 這個還有 這個故事就是 他看那個魚兒逆水 逆流而上 在那個溪裡面逆流而上 所以我們每一次到浙江鳳化溪口去開會的時候 他有一個就是扇溪 我們總想那個魚就在裡面 所以每一次 因為這個大家太熟了 因為他當然是鼓勵大家 要逆流而上 不要怕困難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魚 它產卵的時候 都是逆流會游回去的 所以這是一個典型的 跟蔣公有關的故事 那另外還有一個相關的故事 也是小時候學的 後來就沒有了 就是說他小的時候 有科學的精神 有好奇心 他想要了解一下 他的喉嚨有多深 就一個筷子去插進去 後來發現這個東西實在太危險了 我們不能鼓勵小朋友 有這樣的好奇心 所以那個課文就取消了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這個課文有關 都是講他跟日本教官之間的一個衝突 日本教官說 這塊泥土有八萬個細菌 有微生物 就是像中國人一樣 四萬萬個 四萬萬個 賈先生過去之後 把他拆成八塊 說裡面每一個有五千個 就像你們日本一樣 這個是講公的抗日精神 我們不知道這個故事真假 好 那麼去講話 去講 開始 就是 最早討論的就是 像二二八事件的這個 責任問題 這個大概是比較最早 就是當年在1946年1947年 國民黨接收台灣之後 跟本地的人因為處置的不當 所產生的一個衝突 而有了二二八事件 那這個事件 很多人在追溯的時候 就直指蔣介石 就是他是負責任 然後這個責任 你說他有責任也是有責任 可是批評的人總是說 他這個屠殺的命令 是蔣介石下令的 那有些人很清楚地講 就是說 絕對是他 只是我們在找證據而已 雖然不是一個歷史學的態度 可是 煽動力還是蠻強的 所以 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問題 一直到每一年二到二二八都會 在台灣都會引起一個大小小的事情 當然現在政府也是盡量在處理這個東西 第二個就是製造白色恐怖的指控 白色恐怖在台灣的一個經驗裡面 其實它跟二二八事件不一樣 白色恐怖 二二八事件可能受害者大部分是台灣人 也有一些外省人 可是絕大部分是台灣人 白色恐怖這個就很難講了 那所認定的對象 就 有的時候是有證據 有的時候那個證據就很牽強 比如說 你家裡發現一本魯迅的書 那你就是通敵 然後就可能被抓起來 文學方面的書籍 那正式方面 你家裡有馬列主義的書籍 有這個甚至 這個東西在某一方面來講 它抓得很緊 在某一方面 其實有的時候它有它的空間 是比較複雜 或者他們搞不清楚的時候 會有一些空間 不過在這個 一般的學校或者說是軍隊裡面 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包括我們自己的老師輩的人 都可能碰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後面的魔手 也是直指蔣介石 那這個就是一個 他的一個反共的經驗 讓他的政府在最危險的時候 他採取了一些手段 那開始進行了台灣的一些 所謂去獎的情況 這個去獎的情況 基本上大概還是比較表面的 表面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台灣很多地方 開始拆除銅像 把學校裡的銅像拆掉 那絕大部分就是說 有的學校就公開講 就是不喜歡這樣的一個人 他銅像放在這裡 那有些人就是默默的 把這個東西就拆掉了 然後拆掉之後 那往哪裡放 後來在桃園慈湖 他們就覺得說 我可以集合起來 集合起來就變成一個雕塑公園 所以我去過那邊的人就會發現 裡面就有一大堆銅像 各種姿態都有 那扁政府時代 因為中正紀念堂有了 中正紀念堂改名到民主紀念館 然後把他的牌坊給改成自由廣場 還有剛才所提到的 就是他們家屬在這樣的情況下 覺得說我們一直被排斥 是不是要把他牽回去的一個爭議 可是在慈湖那個地方 桃園縣 他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觀光的很好的賣點 你要是牽回去之後 以後都沒有人來我這邊了 所以他們堅決反對牽回去 所以一直還留在那裡 這個有不少人去過了 在慈湖那邊的雕塑公園 有各種各樣的它的儀態的雕塑公園 那這樣這個雕塑 你就會發現有的做得還不錯 還蠻神勢的 有的是做得蠻啟發的 不知道像誰 那很多是中小學裡面移出來的 也有一些機關裡面 然後你看這個就是光華國中 一個初中移出來的 這個看起來就很壯觀 它會越來越多 現在真的是蠻多人去過 而且大陸來的旅行團的人 都喜歡在那邊挺一下 通常我帶朋友去那邊參觀的時候 就是因為下午的行程 第一個行程就是到蔣英國的停措的地方 那個地方比較小 那這個地方稍微大一點 這是第二站 那通常的那個旅遊團主要只是到這裡 蔣英國樂園部去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剛剛給大家看的那個 所謂復興 就是可以看像廟高台的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大家旅行他也不會去 那個是我的私房景點 然後這三個看完一個下午就過了 就可以在那邊吃一個晚餐 那像這樣子的 帽子是我的 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有點像台灣的典型的老兵 然後他的帽子上寫那個光輝勝利 就講抗戰勝利 老兵都喜歡帶人家送來的帽子 要不然就是選舉有關 要不然就是軍中紀念有關 那這裡是一個海軍軍官學校的一個精神堡壘 實際上原來上面就佔了一個蔣公 一個銅像 從大概50年代開始戰起 站在陳水扁時代的 某一天突然他拿掉了 我那天正好去海軍官校 因為我跟他們那個海軍 有個軍事館在裡面 我跟他們裡面蠻熟的去找點東西 然後就看到旁邊一個箱子 他們就說 你看看你猜這裡面是誰 或是誰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蔣公現在躺在裡面 然後原來把這個上面拆掉 拆掉後來就加上一個 這個海軍的一個標誌 那個蔣公就不知道到哪去了 後來我一想這個點子很好 我就寫了一篇 在報紙上還會寫一篇文章 賺點稿費 那我那個時候的論點 我那個時候是趁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要講另外一個事情 因為在台灣來講 海軍官校成立的日子 是指蔣先生第一次到青島去視察 那個時候的海軍官校從上海搬到青島 然後他去視察 就以那個10月16日 還是當作他的海軍官校校校慶的日子 我是覺得不倫不類 因為他還是好像要抓到一個蔣公的一點關係 那我是覺得不倫不類 我後來就建議說 你應該把這個校慶定在馬尾傳政學堂成立的那一天 去追溯一下或者跟那有關的一個日子 這樣子 因為海軍官校在我們來講是算大學 這樣子你這個大學就已經超過150年了 別的大學都不要跟你吵 你是這個年代最久遠的 在台灣的海軍裡面 早期的因為派系的問題 所以有一幫人並不喜歡老蔣 那有一幫人跟老蔣的關係比較密切 所以對於這個歷史方面的解釋 其實這兩方的人都有意見 有的時候是看誰比較得勢的 會有他的一種說法 這個我剛剛提過的是 中正青年堂的一個變化 大宗執政改成自由廣場了 那這個方面 國民黨後來取得重拿政權之後 就沒有改掉 就給他維持在自由廣場 因為大宗執政 大家覺得讀起來也不太懂什麼意思 然後好像是跟李連音的幕有關 反正就是大家講了半天就覺得那個詞並不好 這是自由廣場 學生都在那邊跳舞的地方 台灣民主紀念館就給他改回來了 以前就改成台灣民主紀念館 然後裡面做過蔣公 其實也蠻奇怪的 如果他是要否定蔣先生的話 就把它放在紀念館裡面 民主紀念館 這也不太搭調 我不知道當初他們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不過那個時候就在整個紀念館裡面 就是他這個中正念館裡面做了一些展覽 可以看到 就用這種展示 有一點像藝術展示的方面 來取笑蔣先生 來跟他胡鬧一下 就做了一大堆風聲 把蘭嶼的獨木舟放上去 然後旁邊也放了一些東西 來講蔣先生有多麼可怕 這樣子一堆展覽 就可以看到 他還是端坐在那裡 然後有不同的擺飾 到了他的面 還我名錢 這樣子 這個就是 大概他們列出來 白痴恐怖 死掉的這些人的名單 還有用這樣子 這個是在1950年代 台灣的老蔣所喊的一個口號 他上面把這個口號說一遍 在右下角他全部打問號 就是說他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這也是同樣是在那個管裡面 然後台灣那邊一直覺得說 退出聯俄國是老蔣的一個決定 就是要堅持漢賊被獎利 就變成我們是賊了 所以就退出來了 當然文件上是有這樣的文字 可是實際上 整個的局勢對台灣是相當不利的 另外一種去講話 可是這個東西就比較不太一樣了 這個東西就是在慈湖那個雕塑公園裡面 他們辦了一個活動 辦了一個活動 就叫open講 把講給他open開來 這個後來大概就變成他們那個 可能是變成一種商品了 可能變成一種商品 那這個 這個為什麼呢 這個是 蔣方志儀就是 我們蔣先生的尊孫子 他們參與的這個活動 那當然他有先跟他媽媽 蔣方志儀報備 他媽媽說 沒什麼關係 他們就在裡面做了一個展示 這個展示 就是一種圖片 你可以看蔣是父子二人的圖片 還有給他加上一個披風 然後這個是一個搭配 蔣先生就變成一個superman 然後左邊的電話亭 如果你知道superman的故事的話 你就知道他需要一個電話亭 來換衣服 所以他們的service 想的也是很好 想的也是很好 你看他 他旁邊那個中間那個就是蔣友柏 有一個介紹蔣友柏的 等於是他的點子 他參與的一個點子 蔣家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他覺得並沒有醜話 當然有一點開玩笑的意思 然後這樣子一個打扮 其實也是相當帥的 其實也是相當帥的 這是2000年的金馬在桃園 2010年 對,2010年 對,2010年 金馬 他們就用這樣的 那些 來當作一種 譬如說像這樣子 就是來賣桃園 桃園有產水蜜桃 他們就當作水蜜桃的一個 促銷的廣告 改了改名叫做水蜜桃老公公 這是比較有趣的一個處理方式 然後這個就讓他去賣魚 這個桃園的水褲裡面有出產活魚 活魚幾吃 就請他來賣魚 石門活魚講完 讓他穿上廚師的衣服 這個就給他穿上 因為台灣那邊客家人比較多 所以有客家文化 讓他穿上客家的花衣服 花露衫 這個比較好好玩 這個好像是最近 不是今年的 大概前一兩年的選舉 當然我們知道台灣的台獨勢力 他很強烈的表達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這樣他又把兩位蔣公給請出來 蔣師父子請出來 來罵馬英九 所以他的詞語 都是等於 因為蔣先生是罵馬英九 這個經國不僅罵 而且在那邊痛哭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表達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這個就是那種玩偶了 在中正經驗堂 他們現在已經變成這樣子的處理方式 好 那關於蔣介石研究方面 我所這邊介紹的就是 可能主要在 先是主要在台灣方面 台灣方面 以過去那段期間 其實台灣一直出版的 類似蔣先生的史料方面的東西 那這個史料就是他的言論集 他講 這言論集我永遠編不完的 永遠都有新的發現的 或者永遠都有某些地方被刪掉的 然後後來又補進去的 然後又有所謂的佳延路這些言論方面 佳延路大概都類似毛澤東與路一樣 你可以一句一句這樣背下來的 雖然我們從來沒有人去背過他 那這種在他生前跟他死後 都一直有出版 那比較傳記性的東西 比較早一點的是 董顯光所寫的一個 《蔣中午傳》 這本書 因為董顯光跟蔣的關係比較密切 等於是他的秘書 後來當過駐美大使 他是在1954年的時候寫的這本《蔣總統傳》 可是他並不是一個學術型的主作 那當然也是分幾個傳幾個主題來寫 當時蔣先生的一個情況 導致後來受到大家比較注意的就是 古烏魁二的《蔣介石秘錄》 我們台灣翻成叫《蔣總統秘錄》 那這一套書 大概有十幾本 這一套書 他透露了用到蔣先生他本身的一些檔案 後來就稱為叫做大西檔案 那裡面有一些的論述 就是我們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不是那麼熟的 那我們就知道有一些檔案裡面 會有新的東西 可是大家不滿的是 為什麼他拿去給日本人看 不給我們自己的學者看 其實後來這批材料 還是有給中國的學者看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的所長 叫梁靖淳 他寫《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事件裡面 就用了這個大西檔案 那也有美國學者看過 就是伊勞毅 伊勞毅在一起寫 他批評國民黨 批評國民政府的那本重要的著作 他看了不少 他一直說 黨史會是我第二個故鄉 可是罵起國民黨 他毫不留情 李東方這本書 其實是一個很小的書 也是分幾個主題來寫 他是在講過世後 不久就有了這麼一本書 這本書沒有什麼特別的重要性 只不過是在過世之後 大家好像覺得說他人過世了 應該有一個傳記型的書出現 可是誰也不知道怎麼樣寫 或者該怎麼寫 該官要論定 可是不知道怎麼樣去做 他突然有這麼一本書 可是也不算是特別 沒有什麼學術嚴謹度的 那其他幾個 像秦孝宜這本 先總統蔣公大師長編出稿 這個因為是從世月稿本 後來的世月稿本和他的日記裡面 選了一些材料進來 編成了 編出來了 就變成了一個蠻重要 而且份量蠻多的 一個史料級一樣的東西 可是這本書 在過去 大家知道出版 可是不知道在哪裡買 他根本不賣的 他就是有辦法的人 或者是有關係的人 也許他就是特別硬出來 送給一些黨國大佬 也許是這樣子 然後會有一些書這樣流出來 流出來 比如說在近代師所 在我們那邊 就流出幾本 然後我們就去設法去影印了幾本 所以我們還有一套完整的 可是他在他的庫房裡面 一直都還有 那以後 這個黨史會的人跟我熟了 他們也會送我一些 就是不是很完整 那我們也全部把它打字 現在變成一個電子資料庫 不過好像外面也沒有辦法 是不是要申請帳號 我不知道 可以用到 可以用到 可以用 在1986年的時候 國民黨那時候還蠻有錢的 特別是黨史會還有錢 他們就辦了一個百歲誕辰紀念的論文研討會 就邀了不少海內外的人來參加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湊足100篇論文 因為是100歲 後來真的給他們湊足100篇 可是那個論文就比較稱之不齊 因為就是為了要開這個會 而且是慶祝這個誕辰 紀念這個誕辰 所以就有這樣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活動 這個是相關書籍的一些照片 然後蔣介石的研究 因為我們也看到後來逐漸變成顯學 其實做民國史的人 大家也都知道 民國史也慢慢變成顯學 這個顯學 主要是在大陸 不是在台灣 台灣現在已經是逐漸沒落 可是這個狀況是沒有錯的 我覺得台北的檔案館的開放 不管是黨史館 或者說是國史館 尤其是國史館 這一大批蔣中正總統文物 這個開放越南 那因為這批東西 我過去也不是很熟 也沒有經常去用 可是後來了解之後 就發現這個數量真的是非常多 第二個就是 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的開放 從2006年開始 這個是一個造成蔣介石研究的高潮 最主要的一個刺激力 這個刺激力可以在當時 2006年、2007年的時候 會讓一些學者覺得 要做蔣介石研究 你不去看的話 就會有罪過 就像前兩天 陳鴻明老師說 他說那個時候說 你研究蔣介石 竟然沒看過日記 這個不可思議 那現在的話 就說你研究蔣介石 竟然只看日記 也是不對的 所以現在達到一個平衡了 好 最近幾年有一些學術會 召開研究群體的組成 還有一些學術專注的出版 這裡面是有關於蔣中正總統文物 現在所謂的大系檔案 它的正式的名稱 就叫做蔣中正總統文物 有時候我們引用這個文章 或稱蔣中正檔案 就看不一定這樣 你說明清楚就行了 這裡面包括的一些 它的一個介紹 就是寒稿電文 還有5G 5G代為則介紹 然後很多元件 你看的是元件的數字檔 然後你可以發現 當年它非常有系統的 跟它的秘書 它的隨從人員 機要人員 把很多東西都有系統的留下來 這些有系統的東西 比如說它要遷移的時候 都是最優先考量 然後最終是遷到台灣來 是這個樣子的 比如說以它的檔案 經過數位化的 有這麼幾種 九個系列 每一個系列 特別是後面的 所謂的特交文卷 檔案文殿 這些數量都是非常非常豐富 可以看到甚至每一個人 他們打來這個電報 都保證得相當好 我們經常比較方便用到的 就是石榴高文 我相信這邊一定有一個完整的 一套的 石榴高文 那 石榴高文就有點像 清朝的石鹿一樣 每天每天擠在很多東西 可是他們一直用影印出版 所以顯得太龐大的 書架一下就被吃光了 這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們曾經有一陣子 就想辦法 是不是給它出打資本 可是 在我最有興趣要出打資本的時候 等不到國使館的回覆 後來我就不做了 這樣他們才回覆 後來他們想自己做 可是也不行 我覺得最好是給它變成電子檔 放上網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然後研究群體 研究蔣介石 在台灣有這樣的一個 試略稿本讀書會 在台灣 陳老師可能都參加過 每一個月都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大家來念一本 一本大概兩三個月 大家來念裡面的內容 交換一件 然後有兩個人報告 通常這兩個人都是老師報告 學生不知道在那幹什麼 所以很奇怪的 我後來就不參加了 因為都是學生在那邊聽 那 近視所 我們所也有一個研究群 這個群 可能也是 可能今年或明年 就要結束了吧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存在的 那 大陸這邊大概 最主要的就是 陳鴻銘老師他在 正向大學創立的這個 蔣介石 也進來通過研究中心 然後辦了一系列的活動 可能在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點小心翼翼的 不過我最近聽他來介紹他的中心 我感覺他還是信心滿滿 我覺得這一點 這樣我覺得滿高興的 就是說不僅他有一個很好的方向做下去 也顯示說大陸方面 雖然有時候會注意到這種事情 可是基本上是滿開放的 對於這個學術研究 那 日本方面可能不止這一個了 就是蔣介石的研究會 其他國家可能沒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開會 開會 開會的會議的情形 從2008年開始 就可以看到有不同的那個 這個題目的研究 其實在早期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 就第二個會議 開拓一載話 蔣介石研究與現代史研究 這樣的研討會 是在台灣政治大學開的 當時開這個會議 其實有一點挑戰蔣介石研究 就覺得說大家都在研究蔣介石 對民國史大學沒什麼幫助 有點挑戰 不過在海峽兩岸 和包括日本在內 其實都還是一個熱點 就是有在加拿大開過 有在日本開過 還有在台灣跟大陸有開過 那有些是比較公開的會議 也有一些是比較不對外公開的 因為可能有些機構覺得 這個還不太適合 變成一個太熱的事情 那一直到 到今年 今年底下的 蔣介石與抗日戰爭的研討會 就是在今年6月 在浙江大學開的 日記中的蔣介石 是這個月19日 在金門開 是政治大學跟 北京的社科院近代史所 他們大概兩年 還一年合辦一次會議 他們叫神監會 大家去那邊都很快樂 今年是到金門 那今年想到的一個主題就是說 我們都是用蔣介石日記 那我們應該看別人的日記 從別人的日記來看蔣介石 是怎麼樣子的 其實是蠻有意思的 當然我們知道有幾本日記 可能大家常用到 我們自己出的 王世傑日記 什麼徐永康日記 也有一些人 找到不同人的日記來看 我自己找這個日記 雖然我沒寫論文 我找這個日記 我就發現 他裡面記的跟蔣介石記得有著不太一樣 同一個場景 兩個人 我搞不清楚還誰記錯了 會發現一些問題的 那我們在引用這個史料的時候 也是要必須小心 這是相關的印書 包括早期在大陸出版的 可能80年代 這個大概都是蠻具有開創性的 我看了一下大陸的學者 做了研究的回顧 他們大概有一些介紹早期的重要的書籍 都包括了楊樹菲老師的 楊如平他們的這本合著的 還有宋平還有 還有不少的書籍 像這個呢 一個是楊天石先生的 他這套書一定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他最近也在網上被人家披過 我也在他旁邊聽他怎麼樣講這段精彩的故事 可是很複雜 我也搞不太清楚 右邊這本是台北的中正紀念堂 他們因為中正紀念堂本來只搞展覽的 後來他們也開始要推動一些研究 大概被我們這些學術界的人給慫恿 慫恿的是說你們沒做什麼好事 沒做什麼事了 就應該來出版一點東西 他們也開研導會出版一些資料集 這個是中正紀念堂 那個主任他想做點事 就有一批這樣的書籍 像這個呢 其實是兩本同樣的書 一本是在台灣出 右邊在台灣出 左邊是在大陸出 我們覺得台灣出的這本書 比較有市場性 好像在台灣是賣得不錯 親情、愛情、友情 大家都想了解 學術會議 論文集 就是相關的書籍 美國陶寒出的書 以及 這個也是剛才提到的一本 右邊的一本是訪問侍從人員 這可能是早期出版的 我們近代之所過去幾年 也做了侍從人員的訪問 訪問了相當多的人 訪問之後 他們也有興趣 就是 蔣經國基金會 就覺得我們應該仿照一下 去訪問蔣經國的侍從人員 後來我們就發現 蔣經國的侍從人員 對於原來 他父親的侍從人員的訪問 不太滿意 他們覺得他們喜歡亂講話 就是說 後來發現 父子用人的態度不太一樣 蔣經國就嚴格地要求 底下的人都不能參與事務 不能超越本分 所以他們自己就管制得很嚴 你要講 只能講先生的 不能講自己的 也許蔣經國的侍從人員 講了太多自己的事情 蔣經國的人 他們人員就覺得 沒有必要講那麼多東西 不要膨脹自己 我們只講經國先生 所以這個反應不太一樣 這也是我以前沒想到的 不過也許蔣經國先生 他們的侍從人員 其實年紀都很大了 什麼東西都不在乎了 也願意講這些事情 那日本方面 也有一些學者 像三天成雄 跟嘉金亮子老師 他做的是比較多的 那方面的聯繫也比較免費 所以整個蔣經史研究的議題 從大陸 或其他國家 你所看到的 他們的狀況 引用蔣黨的論述大幅成長 這方面很多是有這樣的特色 傳統的一些議題之外 也開始出現屬於 蔣介石內心世界的一些東西 就開始看你個平本事 就跟我剛剛講 能不能從天蠍座來分析 蔣經人的一些決策的問題 這個可能也太過分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整個的議題包括了非常廣 外交方面有一些 我們熟悉的議題 也有一些 後來1949年之後 台灣相關的議題 包括了戰爭 包括了外交 內政方面 還有他的人際關係 他本身的領導風格 他的讀書 讀哪些書 甚至到後來的旅遊 他到那裡去玩 他喜歡看什麼電影 都有人做研究 不過我覺得有些研究 是有一些牽強 有些都是靠作者自己做解釋 好 最後我談蔣日記的相關問題 首先是我們大概簡單講一下蔣日記 他的典唱與開放的情形 有些老師可能我想都看過了 本來我們很希望蔣日記留在台灣 後來他們家人決定還是送到美國去 一方面是因為扁政府那個時代 他們家人對於扁政府會不太放心 覺得說如果放在中央研究院的話 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又是挺扁的 叫李遠哲 他可能會受到政府的壓力 把日記拿出來或者做不當用途 他不當地處理 他們沒有什麼把握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有不少中國人他們的東西會捐給胡佛 胡佛對這方面也非常積極 我覺得這是美國幾個中小大學的檔案館的特色 金老師很熟悉的哥倫比亞大學 我覺得這些重要的大學都有一個公共的檔案館 可以給大家運用 而且很方便的運用 胡佛這方面 他不只是要中國人的檔案 他全世界各國都要 你可以去看西班牙的 你可以去看什麼日本的這些檔案 他能收到 我們曾經也是跟胡佛去爭一個台灣當代人物的檔案 結果後來就失敗了 就沒拿到 他們覺得放到那邊比較放心 不過放到那邊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一些條件 這個條件是怎麼樣 我們並不太清楚 至少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他開放了 他是用做數字化 之後用數字化的影印 然後開放 開放給大家使用 一直到差不多2009年到2010年這段期間 就全部開放了 在開放 大陸的學者開始常常跑 台灣的學者其實比較不太去 為什麼呢 台灣學者會覺得說 台灣比較方便可以看到市月稿本 市月稿本 很多很多東西都是在日記裡面都可以找到的 當然你要做非常仔細的比對 有的時候日記是有一個最主要的解釋 可是一般來講我們大概都可以找到 所以也不是那麼積極 那大陸學者比較積極 在那邊看 而且對於大陸學者來講 民國史很多議題都是可以突破的 台灣來講好像不太容易突破 所以去的也不是很多 後來開始慢慢有人去了 有人因為讀了大陸學者的文章 或者跟大陸學者認識之後 了解他們看到一個東西 也覺得很有趣 很有必要也去過 所以我自己是在2009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有 後來就要邀請台灣的或大陸學者 給他們少數名額叫他們去 他們就給我一個機會 給的也不多 大概就2500塊錢 然後扣稅就扣掉800塊 我自己還帶一點錢去 不過也好 因為Stanford的地方 我蠻喜歡的地方 所以我還是在那邊待了一陣子 可是我就並沒有主要去看日記 我還是得看 因為他們叫我去看 所以我還是得看 可是我可以看別的東西 我那個時候是關心中美合作所 所以我就去看梅樂斯的檔案 那我那個時候就找一點 跟外交有關的經問室的資料在那邊 所以我就去翻經問室的資料 所以當然日記也看了一些 那個日記我自己就看到 我就那個時候 然後鄭江大學要辦獎介石研討會 那陳鴻明找我參加 我就準備一個題目 開始收集資料 一直抄一直抄 抄了之後 我回台灣一發錢 我抄的資料 台灣全部都用 所以我在那邊就是亂抄 瞎抄一些東西 那我當初就有個感覺 這個日記出版 大概跟我跑不掉關係 所以我也不急的看 所以呢 我在2009年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台灣這邊已經開始籌備出日記了 有一個民間出版社 是由一個傳運公司的董事長投資的 因為他的父親跟蔣的關係很密切 他覺得他要為蔣先生做一點事 要幫他出日記 那已經開始籌備了 出版社也成立了 人員也找好了 在台北開始做了 然後我回到台北的時候 12月 我們幾個做民國時任 就順理成章成了他裡面的 算是編集人員一樣 那我們的責任就是 他們的工作開始是打字 開始打字 然後他們幾個助理先教隊 他們教隊完之後 我們再去做教隊 可是呢 他把這個事情搞得很複雜 他不僅 教隊是應該的 可是他每一個人要負責一冊 就一年為一冊 每一冊要寫一個導讀 然後呢 整個一套日記都要寫個導讀 當然已經分配好了 總導讀是比方向寫 然後其他人就分不同的冊 一年一冊 就要做人民說明 就是說他怕讀者 看了這個人不知道是誰 汪金慧不知道是誰 就要幫他寫個傳 然後說一個 湯山事件什麼東西 不知道 就要寫個說明 就弄了個書非常非常厚 我當時參與之後 就開始唱完版調 那我就覺得說 這一套東西都不要 導讀不要 我最討厭那個史料 還被人家指導怎麼看 加上那個 人民解釋 那個都不要 那個全部都在網上抄來的 那裡面都有錯 所以我堅決反對 他們就 特別是當時講家的人 對我就很不諒解 然後我覺得說 將來這個書出版 他們想要出金莊 看起來很漂亮的 那我的想法是 當然這些也要出 你們愛怎麼出就怎麼出 將來能不能出口袋書 口袋書 就是那個 像日本的那種小冊子 放著口袋就可以拿一本 全部放在那個 桃園機場賣 然後大陸的人來 就當做禮物帶回去 然後另外 那個金莊漂亮的 就賣給台商 讓他送給這邊領導 所以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有一套發財的 可是我知道這個東西 你反而都交活庫 後來 後來 初步他們家裡 接觸到這個問題 因為只有蔣芳志穎女士 先決定用這個做法 可是家裡的其他人有意見了 有意見的話 大概他們聽到的意見就是說 這個東西應該給中央研究院出 所以 立刻 在 10年1月的時候 我們就去跟他們 跟蔣經國基金會談 說 我們可能有希望出 是不是蔣經國基金會 可以 支助我們經費 然後我們來出 那個原來出版社 也答應放出來 那我 蔣經國基金會說 好沒有問題 他們願意 多少經費他們出 好 那我們回來之後 再跟我們 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報告 說 我們要做這個事情了 也有錢了 蔣經國基金會 也願意給我們錢 我們就可以出 結果院長聽了之後 說 為什麼要跟他們要錢 我們自己沒有錢 你覺得要多少錢 我就趕快去算 我說算全部出版 大概 3300萬台幣 他說 沒問題 我拿給你 好 就開始要編人員 那要幹什麼 就開始做了 所以就從2010年的8月 就開始 原來的班子就過來 那我就當他們的頭 來做 在一個很隱密的小地方 然後再做這個事情 理論上是在11月的時候 他們要辦一個研討會 就是蔣介石 蔣中正日記與近代中國 那樣一個研討會 會出版一批 要出哪一年的呢 我們在想 38年這是關鍵的一年 就是1949 可是38年是倒霉的一年 那我們就選 1945年 抗戰勝利的一年 好像初步決定是1945年 我們先出一本這個 同時呢 也要出手稿本 就是營運出本 手稿本 就是要送給來參加會議的人 那個學者 可是 在進行 他們在進行這個規劃的時候 我覺得很不妥 我覺得一定會有亂事 所以 我大概在處理方面 因為 因為同時他們在談授權的問題 這個授權 就是 他們都有律師 那個律師都非常 台灣非常有名的律師 然後 他們兩個律師不見面 全部透過我在那邊轉 可是我對法律也不懂 那我就把這邊的東西拿來 給那邊的律師看 那邊律師的回應 我就給那邊的律師看 剛開始好像還蠻順暢的 可是到了後來 那個 裡面的授權條文 有改變 有改變 其中一方就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這個地方就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 如果我們還是出版的話 我們專案研究院就會被告 那 我就告訴 那個反對的那一方的律師 我就說 他們已經有籌備好 準備要開一個會 所以 對方遲到了 就馬上開記者招待會 就把那個 蔣方志儀這邊 等於嚇住了 就說 他們就覺得 不方便再出版 那我也跟他們講 那個手稿本 千萬不要送人 他們想的很簡單 就是說 我只送參加會議的學者 我說 看到記者一定要 但我們不給記者 你不給記者 你晚上就被罵死 第二天也被 所有人家都會罵 而且他們一定可以弄得到 這個事情就越搞越複雜 所以他們趕快把這個書搜起來 就是已經印好的搜稿本 一年搜起來 我們三年之後才拿到一本 不會 也不能公開 就是了 出版的事情 就變成我們不能出了 我們還是繼續工作 我們還是按照這個 從1945年開始 往前往後 往前往後 這樣子走 我們已經拿到了1945年到1957年的電子檔 那電子檔是清楚的 我們校對比較方便 那我們後來瞭解了 大陸的學者 希望我們出1949年之前的先出 台灣的學者 希望我們出1949年之後的 因為各方的 比較熟悉的部分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考慮市場需要 這個逐步出 可是1945年之前的 我們沒有電子檔 我們就在等這個事情 如果授權確定了 我們就去跟史丹佛大學 去拿那個電子檔 因為我們 就需要買一份要五百美元 價錢不多 可是你買的不能用 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等 再從蔣家去拿到一些 他們的影印本 這個影印本 就一直從1937年開始 我們都有 可是影印本的很多效果不好 很多內容都看不清楚 所以叫對等於白叫 那這個就是日記出版到 我們這個小組一直維持到 去年的12月底就應該結束了 可是後來聽說一個訊息就是 史丹佛大學已經開始告蔣家了 就是按照他們有一個程序 就是我要先提出訴訟 提出訴訟之後 法院判決 然後他們就可以做下一組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很合理的安排 那蔣經國基金會認為說 可能有希望 他就來跟我談說 叫我再維持 對 他說 他說等我維持要怎麼經費 因為我們院裡面都結案了 我們印刷廠都已經排了好幾年的版了 全部都廢掉了 全部都把印刷廠的錢都給了 那院裡面剩下的錢 我們通通還給院裡面了 本來沒有事了 那說還要維持 維持就需要做什麼事情 就需要有三個助理維持的 就是給薪水 薪水不是太多 他們一年一百多萬 可以負責下去 就說 就等吧 讓我們幾個人坐在那邊等 那另外一個 其實我們過去幾年 我另外再擔任一個計劃 就是做跟蔣經國有關的東西 我們幫他編一個很龐大的年譜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照片的收集 因為台北要成立一個蔣經國紀念圖書館 現在已經開始動圖了 兩年之後應該建起來 應該要有一些軟件的設施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負責幫蔣經國基金會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一年就繼續在做這個事情 因為現在又是年底了 我回去大概就要處理這個班子的事情 大概 我是覺得應該可以結束了 不過蔣經國基金會搞不好 又要給我一點錢來維持 我現在沒有把握 暫時不管它 好 這是蔣日記 這個好像在網上可以看到一個樣本的 我想我們去看過的都很熟悉 可是年輕人有些可能就看不懂裡面的字 對於這裡面的字 我們都有一套認字的標準 在做教隊的時候 有一些認不出來的字都貼在牆上 每天這樣看一遍 每天這樣看一遍 看哪一天突然有個靈感就認出來了 有些字是他習慣的寫字方法 比如說木字旁他常常會寫成提手旁 你就不要給他弄錯字 免得蔣公老是寫錯字 一直在那邊糾正 這樣也不好 他有一些特殊的符號 字顛倒了應該怎麼樣 那我們該怎麼處理 我們有一套 我們認為可以解釋的過去的一個標準 然後我們的做法是 只做了很簡單的一個注釋 就是說 他裡面 我們常常看了四五年之後 事後他常常會提到白李二人 李白二人這樣子 我們就加一個李白是誰 可能一般讀者不太容易知道 或者有時候提到是某軍長 我們知道那個軍長是什麼名字 或者我們不太知道 問了一大堆也不知道的話 我們可能就加一個儀式什麼東西 是一種線索 所以他那個解釋非常簡單 那麼還有就是外國人要加上 盡量設法加上外國人的姓名 跟他的機構或者學校什麼東西 報紙的名字 因為這是一個老外有一次碰到我說 這個東西我們看出來 史迪威史特威是誰 我們怎麼知道 所以你還是要給他加上 我想這個是有道理的 所以會做一些補充的功夫 這個就是影印本的他的日記的情形 好 這個是日記的來源 我剛剛已經講到了 日記裡面他其實不完整 我們知道他有1924年那個被偷了 他一直認定是共產黨偷的 在日記裡面他就這樣認定 然後他的日記裡面 從羅家倫的印象 羅家倫他寫的東西裡面 他覺得這個日記滿真實的 很誠實的說一句話 他裡面他說 昨夜與婕如糾纏 與陳婕如糾纏 這個當然是他寫的比較私密的事情 這個在講日記裡面是有一些 現在想起來其實很正常 我最近幾年處理的 副品長的日記 他裡面做春夢的也都是寫得很清楚 然後我當初在出版的時候 我都很擔心會不會造成問題 我還問他的家人 他家人沒有表示反對 我當初問他家人 因為他寫的都是文言文的那個 那種春夢 然後我問他家人 要給他全部翻成英文 真的很難翻 所以後來也很順利的出版 沒什麼問題 那一般的學者 當然可能每個人收穫不同 一般看到他常常罵部署 然後痛恨中共 他雖然罵部署 可是我這感覺好像被他罵的人 升官都升得蠻高的 他常常反省 為自己不能控制情緒感到後悔 常常讀書 然後也常常出去遊覽 常常坐車到各種地方遊覽 即使1949年他下野之後 好像也是很悠哉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信教之後 或者說反正那個位置也不能多想 那兩岸學者對日記史料價值 過去的像呂方尚為代表 對過去的歷史解釋有補強的作用 但沒有翻案的價值 這個可能是台灣的一些學者的一個想法 那楊老師的想法 他會覺得是有很大的一個突破 當然這跟大附過去的一個學術環境有關 日記裡面的價值 其實他人事實地物 這方面大致說來可以比較精確的 有這種對什麼事情 可以從日記的資料來看 而且他記錄是延續的 有時候他寫一件事情 好幾天一直在關心那個事情 我記得我在史萊佛看的時候 就特別留意到那個橫陽會戰 1940年年底的那個橫陽會戰 他每一天每一天在那邊想 當時的守軍方先爵 然後一直想那個點子 等他們打勝仗 我要立十字架 我要讓他們通通信基督教 什麼什麼一大堆想法 這個感覺就跟看連續劇一樣 這個是讀日記 那種感覺 那可是讀日記 你可能也有一些片面的解讀 或者我覺得有些人 就根本就是用片面的解讀 就是我看到日記裡面 一個什麼特別的東西 然後會做一個判斷 而這種判斷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那還有日記中間會有一些物記的東西 我等一下舉個例子 OK 這個我剛剛提到了 現在如果我們看不到日記 可是有一些那種偷渡的日記 我認為是五記是一種 這個五記是國事館出版的 它是蔣介石檔案裡面是正規的東西 就是確實有這五套東西 當時都編好的 所以有這五本書的出版 那可以彌補日記中的 你現在看不到日記的東西 可以在裡面看到 另外呢 就是郝博春先生 他用那個日記裡面的內容 他根本就是把日記 就從蔣家要去了 然後就把那個日記 一天一天一樣的排下去 可是他原來不敢出 因為要打官司的時候他不敢出 後來呢 那個出版社壓了很久 後來還是出了 那裡面都是他引述日記的內容 這個是蠻厲害的 他常常是引述一大段日記的內容 然後加一句他自己的評語 說那一天我在南京 就這樣子了 或者講一個好像看起來無關緊要 那個時候他的官位不是很高嗎 他不可能跟蔣先生在一起 所以日記用這樣的方式呈現了 當然不是那麼完整 那像阮大仁最近出的 這邊還有賣的 他的揭秘 他的揭秘其實就是 也是引述了一些日記內容 可是不是那麼多 那個書這邊也出 台灣也有出的 我剛剛講的日記的一個爭議 或者前前後後這些事情 我竟然發現有一本書 就是來講這個事情的 很有趣 這個書我估計大概是 以報紙上報導為主 還有網路的報導為主 他就加以整個的拼湊起來 大概重新組織 然後就寫了一本梁蔣日記 這個歸宿的揭秘 放了揭秘就有市場 我就買了兩本 一本書送給蔣方志儀 說你看看這裡面怎麼說你 另外也送給我們所長 裡面都不會有名字 因為雖然我是在做這個事情 可是我們都很低調 不能讓人家知道 所以他也想不到來找我來訪談 好日記中的物記 我講了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海峽兩岸的戰爭 對八六海戰 我們這代人大家都知道 1966年八六海戰 然後這場戰役 出了一個英雄 麥賢德 麥賢德 台灣兩條軍艦被打成 因為那個帶隊官是我同學爸爸 而且我們住在那個海雲 左雲眷區 對這個事情都很熟 後來我們都一直關心這個事情 然後看到裡面就是說 他的日記裡面是有寄到說 那場戰役之後 那個空軍他們去調子 在那個空中去看 看到有發現一艘小艇進擊兩艘大艦 因為那個參謀總長黎先生 他命令這個空軍不得到他的命令 就不能夠轟炸 所以沒有對這個小艇投擔 那很顯然那個小艇就應該是 應該是共軍的小艇 當然我們的分析就是說 一艘小艇怎麼可以追兩艘大艦 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八艘來追兩艘 那是可能 一艘的話 很容易是被打掉的 那他就覺得說 這個參謀總長既然有這個限制 他就覺得非常痛心 他認為如果你下令去轟炸的話 把那小艇炸成 這兩條軍艦就會回來了 然後這兩條軍艦成了之後 他說官兵犧牲在五百人以上 這是十年來儲信難得的人員 又不知道如何為靈異 如果按照那兩條軍艦的編制 一艘是一百二十人 另外一艘是八十人 怎麼可能是五百人 這個錯誤我不知道怎麼來的 第二個就是說 大陸後面後來也公佈了 他們俘虜多少人 如果把俘虜的人 跟後來國民黨救回的六個人 這樣拿掉的話 應該死亡的可能是一百四五十個人 我估計是這樣 因為後來有一個數目 所以這樣的記載 我又去考察了 這個參謀總長的日記也給我了 我有看參謀總長的日記 完全沒有記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再從別人的回憶錄 另外兩個人的回憶錄 再來看這個事情 也發現不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們現場好像只有 蔣先生講的這些話是不合情理的 一般來講 就是就常識來講也不合情理 或者就別人的技術來記載來講 好像也沒這回事 他們討論的是別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日記中間應該有物記 這個五百人他過幾天之後 他就改成一百七八十個人 改了 可是他原來又沒有改 如果我們只用這個材料的話 就會造成錯誤 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我們可以想得到 日記這種東西 沒有人一直在改日記吧 老四周我先說 昨天是碰到老王 一個禮拜之後想起來 原來是老李 而他趕快回去再改成老李 應該是不會這樣子 尤其像他那麼重要的人物 所以日記中的物記 是我們必須要注意 其實很簡單就是回歸史學方法 多看其中史料 好這個簡單的結語 說實在個人崇拜到去講 然後整個的過程 其實我們就讓他回到歷史研究的一個範圍 然後透過大量史料的開放、閱覽 推動了蔣介石研究 其實更重要的是推動了民國史研究 讓他成為一個民國史研究的一個閒學 日記的能不能成為最終證據 我覺得有些人會把日記當最終證據 我是一直很保留的 所以這個是我的想法 最後再看幾張比較熱鬧的片子 這個是選舉肇事場合 在中正紀念堂前面搭一個台子 蔣公站在後面 郝伯春站在前面 中間的一位 然後後來還跳這個性感念舞 然後就是一大堆公仔 在中正紀念堂賣 所以蔣公就變成一個很好的促銷方式了 這是所謂的文化創意 這是所謂的文化創意 我想我的報告到這裡 差不多九十分鐘 好像是按照我的規定 謝謝 辛苦辛苦 謝謝 剛才張立教授給我們做了非常精彩的報告 內容也非常的豐富 從他現實帶有個人經歷的 非常感性的 講的形象在台灣的變遷 然後講到講的研究著作 然後又講到一步步的深入 然後講到有關講的史料 尤其是講的日記 如何解讀中間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實際上是遊表距離 也一步步的深入 做得非常的精彩 我想對我們這邊 尤其是從此史學專業的同學來說 都會有非常大的收穫 好 那麼我們接下來 就開放大家可以提些問題 和張老師做些交流 大家看看 好吧 這個 好 你來講講講 簡言段的問題 好 我想問一下 張教授 那個就是說 大陸有一種說法說 到了台灣以後 真正的蔣介石就錄出來了 請問這種說法 您是什麼 這個可能需要確定 真正蔣介石是什麼樣子 就是說 他是一個 更多的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而不是一個 那種 我們顯得非常反面的 可能經歷史 很反面的那種 就是帝國主義的走過 什麼之類的 更多體現出 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更多體現出 但是一個反侵略反殖民的 這種會形象 是的 好 這個其實我建議您看一看 那個 其實大陸學者 他們寫的這種所謂 比如說1980年以來 大陸研究 蔣介石的一個回顧 或者 或者 這種文章可能有相當多的篇 篇 這就是所謂的 史學史的一個 回顧的 這樣的一個文章 其實裡面可以講得很清楚 大陸應該在80年之後 已經把以前過去的這種說法 做了調整 而且最近幾年 調整的相當的多 有的時候 就台灣的立場來 會甚至覺得很詫異說 蔣公那麼偉大嗎 所以您剛剛講的一個 那個情況 可能某些地方還存在 這些書籍或這種說法 或者甚至有些人 也抱有這種觀念 可是我覺得另外的一些人 都已經不是這個樣子 尤其是 我自己感覺在大陸 這個 都存在著 特別是 所謂我們講的 史學的修正 修正史學 這個是已經有了 沒有這樣的問題 謝謝 老師想問一下 我想了解 關於台灣共產黨方面的問題 的話 有哪些學道具有的學問 好 謝謝 這個 共產黨史料 他絕對 就是 你 你就把它當作 他可能沒有說特別的 共產黨史料 當然也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早期的 陳誠先生的檔案 那個是他在江西剿共時期 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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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共的資料 應該是很少很少 這個跟台共的發展 本身就受到限制有關 它本來不是那麼多 也許 因為台灣現在的檔案 或者資料 我是建議 就是說 你到那個 比如說國事館 你就把你所需要的關鍵字 KIN進去 你就寫進去之後 看它可能在哪裡出現 因為它可能是當時政府 處理到的一個案子 就是台共的案子 這個台共案子 可能它不一定是用台共的名稱 比如說它可能說 什麼叛亂案 什麼叫做通敵案 那這種案子裡面 它可能會把那些keywords裡面 是跟某些人有關 或者這個組織名稱有關 你輸入進去看看 在這樣一個龐大的資料庫裡面 有沒有 有的話 那個史料就存在了 還有一些可能就是在 這種叫我想 我的想法就是 它應該是跟司法案件有關 因為它是要抓這些人 那司法案件 在民進黨當政時代 他們曾經把一批材料 我剛剛講的 台共可能又跟白色恐怖有關 那白色恐怖的檔案 它是從軍法局那邊出來 它就送到那個叫做檔案管理局去 有一批檔案送到那邊 那這一批檔案裡面可能會有你所想要的材料 可是不幸的就是那批在檔案管理局的資料沒有對大陸開放 那個現在檔案管理局最好的一批檔案是1949年之前的軍方檔案 是相當多 為了政治目的就是為了要 國民黨跟民進黨在互鬥的時候 民進黨要從這個史料裡面來抓一些 國民黨白色恐怖這種證據 就把那批檔案移過來 現在是放在檔案管理局 他們是屬於公務機關 然後受到立法院的一個監督 立法院好像有反應說 因為台灣的學生到大陸看材料不太方便 然後他們也就 那個機構就不對大陸開放 這個經營檔案管是沒有道理的 不應該這樣做 我也反應過 可是他們畢竟是個公務機構 還暫時沒有辦法調整 可是國使館還是一個方向 國使館的那個 就是在講 就是蔣介石這個時期的檔案 畢竟保管的還是相當的豐富 可以從那邊去做一個著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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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個可能有一點誤解 就是 我剛講的是我名另外一個朋友 浙江大學老師 他前兩天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他所提到的就是 他自己有這種感觸 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剛開始看日記的時候 都覺得說 你怎麼沒去讀啊 我想跟他對話的人也不一定說 你只要讀一個日記 也只是說你怎麼還沒有去讀過這個東西 那個是個重要的史料 可是現在大家都去讀過了 反而要更注意各種各樣的那個史料 那麼我覺得楊先生不是只讀日記的 楊先生絕對是看了很多其他種類的材料 你看他任何一篇文章 都是各種各樣的史料 他能找到就找到 而且他非常關心 聽到一個現場他就會問 我常常被他問到 然後想辦法幫他找一些 所以那個應該沒有問題 李敖的書 我想他那個時代 李敖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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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那個時代 李敖的書 我也不曉得他個人看法吧 對 他是個人看法 這種東西 我們能不能信他 其實是由我們自己的一套方法 或者哪一部分可以信 因為本來解讀就有不同的 不同程度的一個解讀 每個人抱著一個 對當事人的一個同情心的一個認知 可能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想 那個 我們也尊重李敖的說法 好 張先生您好 你好 大陸裡面關於蔣公的這個研究 其實浩如燕海這個書籍 要請您去給我們推薦的話 您覺得能不能給我們幾個建議性的 如果是跟蔣建石研究的書籍 您覺得在大陸我們可以買到的 或者是可以看到的 有哪幾個書 您覺得還是比較有參考的意義的 因為我有時候到圖書館一看 太多了 不知道該怎麼去選 是 黃仁宇先生的那個 從大陸史角度讀 蔣建石 應該還是有 還有陶寒先生的那個 蔣建石 現在在中國 就除了這兩本之外 您有什麼推薦嗎 另外還有一個小問題 請教 我一直特別想知道 蔣有伯的名字 其實是他的曾祖父給起的 我當時看到一篇文章寫 是以松柏長青來命名 所以蔣孝勇的三個兒子 分別是蔣有伯、蔣有長、蔣有青 我覺得很奇怪 他如果按照松柏長青的話 他應該第一個兒子是叫蔣有松 我就想知道 他為什麼蔣有伯不是叫蔣有松 是不是他之前 將成了一個兒子 那個柯的凡事 好的,謝謝 那個 推薦書 其實 我知道那個書店 跟蔣建石有玩的書 真的非常多 蔣公終於改民大陸了 他一定相當的高興 因為在台灣他絕對沒有這種待遇 其實我覺得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些嚴謹的學者 他們的作品 可能有些是單篇論文 那有些 他們在比較正規的學術機構 我相信他們學術的要求 他們寫出來的東西還是比較紮實 當然 看你要注意到哪一些題目 有些是以蔣介石為主的 有些其實只是一個民國史的題目 可是他用的史料也是滿紮實的 我覺得像楊天時先生 他的這麼幾本書那麼受的重視 其實他還是很紮實 他的一些對於各種問題的處理 甚至他的處理面非常廣 他一直很用心 這些老師我們都看過他們在台灣用功的程度 我們都比不上 而且我們叫我們學生去學也都沒有去學 所以其實我剛剛講到 我提到的就是說 你看那個學術史的回顧 他們幾位學者 我看大部分的學者都是對蔣介石研究很關心的學者 他們寫過幾篇 在一些期刊上面寫過一些文章 介紹這可能二三十年來的一個發展 或者哪些重要的文章 我覺得你就按圖所記去看那些東西 你就會了解得更深刻 通常我們的做法是這樣子 去看他們會提到哪些人的書 哪些作者在處於哪個問題 他改變了過去什麼樣的一個說法 為什麼會改變 我覺得大陸這邊最有趣的就是說 他一直有在轉變 過去的論述有些轉變 這些轉變 有些可能台灣一直是這樣的說法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或者台灣對這種轉變的背後的東西 也不是很清楚 可是大陸這邊 還有有些人認為你改變的這種說法 是不可取的 就跟他打比仗 也有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 而且是很符合學術要求的一個 這些民國史的解釋 對大陸來講 真的是一個滿大的改變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相比於台灣 現在學生大概都不太碰這個東西了 顯得大陸這邊更熱鬧 第二個講到他們的小孩這些名字 應該要算他們全家算起來 有松是另外我不知道是誰的 蔣孝武的兒子 他們算大排行這樣排下來的 那這幾個小孩正好可以博長青這樣排下去 所以要看他們整個家族的 所以是有蔣有松這個人 沒有錯 我現在就不曉得他是贊成初日記還是不贊成 這些人 因為我們好像要得到九個人的同意 九個還是 主要反對的是蔣有美 我不講了 這邊萬一有個記者給你報告 就麻煩了 是你講了 還有沒有 好 阿倫老師 下面請教你幾個問題 就是台灣的蔣介石研究的去強化 是否與本省人與外省人這個衝突是有關係的 還有一個就是 包括去強化的研究 是關於民進黨它的政策是有多大關係 還有就是與民眾當中這種去崇拜化 去偶像化的這種自我民主化意識 又有多大的關係 謝謝 好的謝謝 這都是蠻大的問題 本省外省的衝突 我覺得會在裡面發酵 應該會有一些影響 當這個動作開始有某些行為出現的話 其實背後應該都會有這種外省本省的衝突 當然還是一個多面的 那他們會把 我想因為 你講到白色恐怖或228事件 那228事件 那個省級衝突就非常明顯了 那白色恐怖中間也是會有一些 本省人受到迫害的狀況 如果把這個凸顯出來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民進黨的政策裡面 應該是看不出來 或者說他們也應該不會把這個當作一個 在白紙黑字裡面有的東西 我想最多是一些個人 比如說民意代表他們的言論 或者他們對於 煽動一些老百姓的一些動作 第三個關於民眾的觀念問題 我覺得這應該是蠻重要的一個因素 因為大家這個明治月開 對於過去的那種偶像崇拜 或者不管是外表的 或是內在的那種偶像崇拜的一個推動 大家覺得都不能夠接受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回復到比較正常的一條路 是必須這樣做的 好 謝謝 我們今天因為這個也已經延續了近兩小時了 我們就如果沒有進步的問題 我們就到這裡結束好了 那今天應該這個報告 張立教授給我們很多的這個起提的 剛才的回答當中 又進一步的這個就這個與關蔣介社的史料 包括這個蔣的研究和台灣社會本身的發展 這個關係也非常有意思 因為蔣介社研究現在能夠成為一個 在兩岸都成為一個比較正常的研究 在大陸也是在台灣也是這樣 那麼所以實際上對我們認識這個 那一段時代的中國實際上是非常有意義的 實際上一個有爭議的人 我當他成為一個就可以正常的研究人 我本身就是一個就像剛才張立教授講的 是一個正常社會 是社會的一種進步 所以這也是我們大家做歷史學者 所期待的一種狀況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樣的 就是說我們也可以更多的把那種 就是說二十世紀中國的那些重要的歷史人物 都作為一種正常的人物來進行這個研究 也是我們的一種期待 那麼我們對張立教授的這個精采的報告表示感謝 謝謝 也謝謝各位老師各位同學的參與 好了我們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 辛苦辛苦啊 這個 開始就沒問題 開始一講就靠著 很多就是野史他們說的那個蔣宗啊 他是一個非常迷信的人 然後他有時候 他說毛澤東的蔣宗就想 他們有時候就算的人 不知道 張阿森打造什麼 這個史料中間應該是找不到的 當然傳言的 傳言的迷信的事情都很多 他們有一個蔣宗的事情 他一直想不找那個老婆那個 那個同學 是不是在他們覺得公司 應該是沒有吧 沒有沒有看到這方面的材料 當然這些名人呢 傳言他們這個 跟迷信有關的其實是很多 可是 不是太有意義的一個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如果看了反觀的話 因為現在講公司 講公司來就沒有 沒有出人的 親吻說也不失去 騙野 還是那個 heir口 slim Thema 有離子 knock 看到 午了 是 谢谢大家